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三,我们的党史杂谈开始 今天的党史杂谈呢,继续跟大家讲述 毛泽东在1972年1月份患病期间 有这么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已经讲了两次了 那么今天呢,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了断 之前我多次跟大家介绍过这本书 《历史的真实》 作者呢,是林克、徐涛和吴旭军 今天的节目有推送啊 在这本书当中 他们几个人一再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 向大家解释 李治随一生无足轻重 甚至呢,经常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没有出现在毛泽东的身边 而我们通过一些老照片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李治随 之于毛泽东 不仅十分重要 而且经常会出现在毛的身边 不论毛是出行 还是接见 李治随呢 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这两张照片 大家都可以清晰的看到 李医生的身影 所以从这些照片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本书 名义上叫历史的真实 实际上是不是历史的真实 而这本历史的真实 在对于1972年 发生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次 紧急的大抢救 居然一笔带过 甚至呢 根本就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 也不可能向大家介绍 内中的一些曲折的故事 恰恰是官方出版的另外一本 周恩来年谱 向我们提供了一丁点的侧面 而周恩来年谱之所以 不厌其烦的提到这一段故事 原因我已经向大家解释过了 就是因为邓颖超 邓大姐要给自己丈夫 周恩来脸上贴金 可是他这么一贴金不要紧 吸引我们对照理智随医生的回忆录 把这一次毛泽东的抢救工作的全貌 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紧急 前面我已经说到了 就是请中医 越美中出面 先是给毛泽东进行中医方面的治疗 但是毛显得非常不耐烦 这样的话呢 汪东兴 李治随 他们几个人就进行研究 考虑到这件事情 不仅要上报周恩来 同时呢 还要把这个医疗的情况进行最低限度的知情 也就是极大程度的保密 这个保密首先要做到不能让江青出现在现场 因为江青一旦出现 没有事也惹出事来了 李治随的这个建议呢 说实话啊 得到了 得到了汪东兴的赞同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是约定 这件事情不能通知江青 但不能通知江青这种责任 谁也不敢付 所以只好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也同意了 周恩来认为 汪东兴他们做出的这个决定 情有可原 所以呢 大家约定 不向江青提起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的 是非常令人诧异的一幕 本来呢 大家说好了 周恩来是同意 江青不会出现在现场 可是 到了1月21号 当李治随医生 给周恩来打电话 向周恩来报告 如果这样拖下去的话 会很危险 希望周恩来赶紧跑到游泳池来 对毛的治疗呢 进行很好的规劝 因为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这个时候 是拒绝治疗 不想吃药 周恩来答应 马上赶到 到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 周恩来到了游泳池了 可是李治随 汪东兴他们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江青也跟过来了 这样的话呢 等到江青一出现 李治随非常吃惊 因为大家之前 明明已经说好 不让江青出现 为什么周恩来 还领着江青出来了呢 如此的阳凤 因为出尔反尔 是为什么呢 周恩来做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解释 周恩来是这么说的 周恩来说 主席病重 江青同志 是政治局委员 而且是主席的夫人 如果不告诉他 一旦主席出了事 我怎么交代 况且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组织 我在政治局里 不像他讲 怎么行呢 从这段话里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作为当时的第二号人物的周恩来 在历史上 就是李治随医生回忆的历史当中 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种事情了 第一次呢 是毛泽东 不允许把自己的病情 向林彪等人透露 但是周恩来还是如实的 向林彪做了汇报 这一次呢 汪东兴 李治随 同周恩来约定 不要让江青出现在现场 结果周恩来 还是领着江青出现了 而两次的唯一理由 就是周恩来的这句话 周恩来说 每个人都是有组织的 当初呢 他说他的组织 他的上级 就是林副主席 而这一次呢 他虽然没有明说 可是后边的话 指的也很清楚 我在政治局里 不同江青讲怎么行呢 言外之意 政治局里 周恩来的组织 就包括江青在内 由此呢 我们 想到一个事情 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是由这个 张玉凤的回忆啊 以及当初的这些老同志们 介绍的情况综合而成 就是江青的跋扈 是众人皆知 在那个层面里 是没有人敢轻易 在他身上做文章的 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呢 有两个人 对江青的情况呢 是有所遏制的 其中一个 就是汪东兴 对于江青的一些无理取闹 汪东兴有的时候 是能够扛得住的 他可以顶一下江青 而且只有汪东兴 在有些时候 能够站出来 甚至表现出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这种状态 而周恩来 对比汪东兴 则显示出 一种顾全大局的感觉 这种感觉 被李医生写到了回忆录里边 那么江青一旦出现在现场之后 汪东兴李治随 之前担忧的情况 终于出现了 周恩来领着江青 去见毛泽东 这个时候李治随 回忆了两个重要的细节 一个细节 是他向毛泽东汇报 说周恩来同志和江青同志 来看望您了 毛泽东就来了一句话 他说他们来干什么 然后李治随呢 就如实的报告 说周恩来同志呢 和江青同志 在研究主席的身体情况 然后他们会将研究的结果 向主席汇报 这个时候 毛泽东来了一句话 毛泽东说 有什么好研究的 你们又不是医生 啥也不懂 还不是要听医生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 非常形象的表达出 毛当时的那个状态 而毛能说出这样的话 并且能够让大家看到 也只有李医生的回忆录里边 才会向我们展示 这个一贯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毛泽东的这种脾性 这种特殊的状态 在李医生的笔下 显得会声会色 毛泽东虽然顶了一下 周恩来 但是周恩来 只是看了一下江青 希望江青出面来说话 但是江青没吭气 这个时候 周恩来说 有三位医生 李治水 吴杰 胡旭东 向我和向江青同志 讲了主席的病情 接着毛泽东 询问自己的病情 而就在这个时候 江青开始报复李治水 这件事情呢 在历史的真实这种书里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李医生的回忆录里边呢 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情况 江青和李治水之间啊 早就有这个 这张照片不太清楚啊 大家对付着看 江青和李治水之间 早就犯过毛病啊 这个江青对李治水 对李医生一贯不满 一方面呢 是不满意李治水的这个 作派啊 因为李治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出身 并且呢 由于他的这个学识 和家学的原因 他在江青面前 不会轻易折服 再一个呢 李治水在毛泽东治疗的过程当中 是严格遵照毛泽东的一些嘱咐 不会把一些真实的情况 直接向江青汇报 这一点他与周恩来不同 这恰恰是江青最记恨的 因为这江青看来 主席的大事小情 他都有权过问 他都有权知道 李治水不能满足江青 这样的要求和愿望 自然成为江青的眼中钉 所以啊 江青就着毛泽东 抱怨医生治疗 非常不得力的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1968年 李治水啊 要害我 可是那个时候 就是指这个毛泽东啊 那个时候你却说 为什么他只害你 而不害我 害我不是比害你更容易吗 现在你看 他到底害你了 这不是清楚的很吗 江青在这个时候啊 给李治水扎了一枝 江青的话音未落 毛泽东 毛泽东来了一句话 这句话 把李治水吓得是 魂飞魄散 毛泽东只说了一句 毛泽东说 这下子 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这话是对着李医生说的 李治水本人 回忆到此的时候 他说 听了毛的这句话 他胸口 似乎 缩了回去 立即啊 嘴里干得要裂开 气都透不出来了 因为他非常清楚 在他面前的这两口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来路 啊 他们的形式 他们的为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而毛泽这个时候 不需多说啊 只有这么一句话 那足以让李治水 身败名裂 甚至呢 啊 全家不得安宁 所以李治水 完全蔫了 而这个时候呢 江青的气焰 马上就起来了 江青就直接 骂李治水 让李治水滚出去 到外边去 所以李治水这个时候呢 也想开了啊 反正也就这样 没所谓了 滚蛋就滚蛋 垮台就垮台 所以当他走到 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是右手边的 就是李医生的照片 当他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突然被毛泽东叫住 毛这个人呢 在这点上是很厉害的 他经常在一个人 已经束手无策 或者是准备坐椅待毙的时候 他会伸出一个橄榄枝 或者呢 伸出一只手来 拉你一下 结果让你终身 感激涕零 这方面的例子 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这些老家伙们 跟着毛一辈子 对毛呢 为什么是既怕 又爱 原因也就在这里 或者说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毛泽东来了一句话 不要走吗 有话当面说吗 有什么话要背着人讲吗 毛泽东说了这句话之后 李治水心头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他重新回来 给毛泽东解释 在如何治疗上边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而毛泽东 听完之后呢 也做了一个表态 这个表态 就不仅仅是对李治水说的 也是对江青 对义干人等说的 毛泽东说呀 江青 你送给我的药 吃了也不好 吃完以后 我还要吐吗 说明你的药也不好吗 这是毛泽东 当着周恩来 李治水 汪东兴 江青等人的面 说的 而这个时候江青的脸色 变得铁青 于是呢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了一句话 说所有的药现在都停了 谁要是再提吃药的事情 就都给我滚蛋 这是毛在现场发号施令 这件事情呢 就是到了李医生晚年 他写回忆录的时候 还是有 这个 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意思 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情 放到历史上来看 这个答案呢 就会相对清晰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叫扁鹊 建蔡桓公 当然也有说建齐桓公啊 当然了 此齐桓公非彼齐桓公啊 就是这个齐桓公是战国时代田家的齐桓公 而不是春秋时代江家的齐桓公啊 这个段子呢 大家可以自行考证一下啊 林汉达先生 就是原来担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林汉达先生 生前呢 对这件事情做过具体的考证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说法 就说扁鹊建蔡桓公啊 当时扁鹊对蔡桓公提出啊 蔡桓公身体里边有毛病 需要及时的医治 而蔡桓公呢 当场拒绝 这个故事呢 衍生了两个预言 一个啊 两个成语 一个是汇集记忆 一个是病入膏肓 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 那么还有一个呢 故事呢 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华佗见曹操啊 后来呢 还曾经拍过一部电影 就是曹操与华佗 华佗呢 就是解释啊 如何医治 曹操的顾及啊 曹操听后呢 勃然大怒 反而把华佗给下了监狱 最后把华佗给迫害而死 这个故事呢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再一个就是史记 高祖本记当中 记载的一件事情 就是汉高祖刘邦 最后生病的时候啊 吕后他们专门给刘邦 请了医生来 为刘邦医治 而这个时候 刘邦问医生 这个病怎么样呢 这医生说病可以治 结果汉高祖刘邦 居然勃然大怒 啊 大骂一声 说 吾以不一提 山 齿剑 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 虽贬阙何意 这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说 我一个老百姓 提了宝剑 啊 夺取天下 这是天命 人命 债天 医生是没有用的 不过刘邦 还是挺讲究 啊 给了医生 五十斤黄金 让他赶紧滚蛋 这个例子啊 包括之前的 这两个例子 就让我们看到 这些啊 大权债握 大权独揽 尤其是 钱刚独断的 这些人 他们在治疗问题上 从来就没打算 跟医生配合过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些人 一贯就是 刚毙自用 啊 他们在任何问题上 都是 啊 独来独往 钱刚独断 什么事情 都要我来说了算 哪怕在 这个身体治疗问题上 他们也认为 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看法 最清楚 医生 最多 是个参谋 啊 所以毛泽东 也经常说过 这样的话 医生的话 不可不信 但也不可全信 完全听医生的话 是不行的 所以在毛泽东 这个治疗问题上 周恩来年谱里边 只是一方面 向我们讲述 江青 在这里 胡搅蛮缠的故事 毛泽东呢 拒绝吃药的故事 却没有向我们讲述 周恩来这在这里 如何的阳奉 因为两面做人的故事 更没有讲到 毛泽东有权任性的故事 而恰恰是 李医生的这个回忆 为我们提供了 这么一个侧面 而最后呢 当然 还是在李治隋的 规劝之下 毛泽东呢 进行了治疗 这一次治疗呢 让毛泽东 暂时 缓了过来 不过 到了 1972年2月份 毛泽东再一次休克 2月中旬 这次休克呢 李医生的回忆 有一个重点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讲到的一个故事呢 恰恰是别人没有提到的 因为这个故事呢 直接关系到周恩来当时的一个状态 那周恩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留待 明天 接着说 今天的节目呢 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 上来收听和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温相说时政会员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的结尾的地方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 很感谢大家捧场进直播间 听我的节目 但是我希望啊 咱们进直播间以后呢 就是 多数在这个直播间留言呢 都是围绕着这个节目开始 这样最好啊 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灵感呢 包括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动力 及时让我看到 对我呢 也是一个鼓励 对我也是一个帮助 而那些扯闲篇的话啊 没有实际意义的话 最好别浪费直播间的空间 好吧 这是对大家寄予的一个小小的希望啊 就这样啊 我们明天接着聊 再见 对大家